路加福音第一章 这第三本福音书是路加写的 保罗称路加亲爱的医生 那时候,医生常常是个奴隶 据说,路加的主人是提阿非罗 有人说,路加是提阿非罗的奴隶及私人医生 不论如何,这些都是传说 我们在这里就不加讨论 路加是希腊人 他是圣经作家中唯一的外邦人 他写了两本书 一本是路加福音,另一本是使徒行传 他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便说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使徒行传一章一节 有人说,提阿非罗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希腊字 意思是说爱神的人 所以路加是学给爱神的人 但一般父母都喜欢以自己的期望 来给小孩取名 所以也没有理由不相信提阿非罗不是一个人 事实上,他写给最尊贵的提阿非罗 指出他是一个罗马官吏 因为这头衔是罗马帝国官员的称呼 路加在前面的四节中将福音介绍给提阿非罗 提阿非罗大人呢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我既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路加在这里宣布 他所得到的信息 是由那些真正看到这些事的人那里得到的 毫无疑问的 为了有一个对耶稣降生的背景及事实 有一个完全的了解 他一定亲自拜访了玛利亚 路加是一个医生 他对医学的东西一定会感兴趣 很显然的 这第一章及第二章的信息 是直接由玛利亚那里得到的 这两章信息描述的比其他的福音书更详细 他听到彼得、约翰 请那些与耶稣在一起 亲自募集的人谈话 他听到他们的故事 他们与耶稣的关系 他的工作及耶稣所行的事 无疑地 为了要完全了解 他会问得一清二楚 在他觉得完全了解以后 开始写信给提阿非罗 使他知道他所听到了这些事的真实性 路加在这福音书的一开始 便描述约翰的诞生 约翰是耶稣的先锋 当犹太王叙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伊丽莎伯 所以一开始 他便介绍了与故事有关的人 撒加利亚是属于立位支派的 所以也能做祭司 他是亚比亚族的后裔 他的妻子也是立位人 是亚伦的后裔 那时候 以色列有两万立位支派的男子 做祭司 当然他们不可能将这两万人 同时都在圣殿中服侍 所以每一个家庭都要抽签 决定服侍的时间 他们要服侍一年两次 每次一星期 在服侍时 在抽签决定是什么时候工作 也许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一个祭司能抽到在主店前烧香的工作 这能在众人前进入主店烧香 是一件终一生难得的荣幸 所以这天是撒加利亚最荣幸的一天 他抽到这特别的侍奉 对于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 我们知道 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循主的一切诫命 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 这两个美丽正直的人 对世界来说 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有许多爱神 与神同行 但如果不在耶稣基督的事上有份 我们很少听到他们 因为他们与耶稣的事有关 所以我们在圣经读到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也许是上了年纪很虚弱了 经文上说的年纪老迈 是因为她年纪年老虚弱的缘故 在那时候 一个妇女不能生育 是一件被咒诅的事 也是一个离婚的正当理由 如果撒加利亚因为 伊丽莎伯不能生育而离婚 没有人会觉得稀奇 无疑的他们是深深的互爱着 他们彼此承担着 他们无子的痛苦 撒加利亚按班次 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份 这个星期 轮到他履行祭司的职责 照祭司的规矩至谦 得进主殿烧香 你可以想象出 这老人有多兴奋 他也许早已放弃了这念头 也许这是他一生仅有的一次 能抽到签在主殿前烧香 烧香的时候 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每天一早一晚 他们要用羊来献祭 他现在可以将祭坛上的炭火 放在小金炉里 将香放在上面 带着他在主殿前 一面摇一面走 那闻起来又甜又香的烟火 往上升天 这是一个预表 预表神如何地接纳他百姓的祷告 我们献给神的祷告 也像这香味一样升上天去 又新香又舒适 在启示录第五章 当那羔羊从坐在宝座上 右手拿着书卷的那位 接过了书卷 约翰说 他既拿了书卷 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 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呈现在神的宝座前 这香便是众圣徒的祈祷 你们记得当神要摩西建造帐篷时 他一再地重复地说 他的建造 装饰 敬拜 一定要完全照着他所吩咐的 为什么 理由是赵牧师照着天上的摩世建造的 如果你要知道天上的样子 神的宝座等等 你可以研究赵牧 赵牧师照着天上的样式建成的 地上的祭司拿着剩了香的小金炉 这香味就如同祷告一样 带着甜蜜的香味升到神面前 所以在第五章 我们看到二十四个长老 献上圣满香味的小金炉 那香味便是圣徒的祷告 这是天上的样式 这是一个美丽的象征 在主坛前烧香的地方 是在圣殿的内院 是一个圣洁的地方 但不是在圣所里面 那地方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 烧香的地方 只是在至圣所的外面一点 当他在那的时候 群众都在外面 等着祭司出来祝福他们 这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这是他们的风俗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 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什么祷告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祷告 主啊 请你给我一个儿子 这实在鼓励我们 要有耐性地祷告 既然他们已经老了 他们没有放弃祷告 他们仍然祷告说 主啊 我多希望有个儿子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 你的妻子伊利沙伯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酱是Johanna的简写 他的意思是 神是满有恩惠的 你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事 也必快乐 他在主面前要为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妇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伊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面前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在这以前 神最后一次对人讲话 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 在第五节中说 看啊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拆遣先知伊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天使对撒迦利亚讲话前 在旧约中神对人的最后一次讲话 只得注意的是 这最后一个应许 在沉默了四百年后 竟是新约中第一句话 关于这立刻将要应验的预言 这小孩要出生 有灵充满 有伊利亚的心智能力 我们会觉得 对施洗约翰及预言以色列人来临 在约翰福音中 我们知道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 法利西亚人出来 只问约翰 以什么权柄做这事 他们问 你是弥赛亚吗 他说 不是 你是伊利亚吗 不是 那你是谁 约翰说 他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修止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伊赛亚所说的 这里 天使告诉约翰的父亲 他要被灵充满 有伊利亚的心智能力 这令人不解的地方 是由于 弥赛亚要降两次而引起的 第一次的降世 是在这约翰福音中记载的 第二次降世 是我们还在等待的 伊利亚也要两次 在耶稣没有降世前先来 所以施洗约翰的降世 是第一次 他充满了灵 及伊利亚的心智能力 如果一个人能接受的话 他便是那个 在耶稣降生之前来临的伊利亚 他要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归向父亲 有两次的弥赛亚来临 也有两次的伊利亚来临 他的两次来临 都是要为主的来临准备人心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待一会儿 我们要读到玛利亚 在玛利亚得启示 知道弥赛亚要由他而生后 到犹大的一个小城 伊利沙伯的家中会见伊利沙伯 那时伊利沙伯已怀孕六个月 当玛利亚会见他时 伊利沙伯被圣灵充满 同时觉得胎儿在肚子里跳动 无意的这时候 约翰也是被圣灵充满 这是一个有趣的生前经历 即使在他母亲的肚子里也能感到 现在说到撒加利亚 虽然他一直在祷告 希望有个儿子 但他也不是有信心的祈求了 他也不存了什么希望 因为当天使告诉他 他将有个儿子 他不但不信 反而问天使 是不是真的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 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家柏列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这时候 这话必然应验 至于你不信 你必哑巴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所以我感到兴趣的是 我们经常将我们的信心 建立在神会做某一特定的事情上 好像没有我们的信心 神便做不成事了 但在这里看撒加利亚的情况 天使说 好吧 这就是你的记号 因为你不信 你在那小孩出生以前 不能讲话 不论你信不信 神要做的事一定会做的 神不会以你不信而停止不做 这阻止不了神的 但许多时候 人们讲很重要的内疚感 加在我们身上 似乎神动工与否 取决于我们的信心 是否持续到底 我很内疚 因为我令上帝失望了 因为我的信心不持久 世人就没有得救 我令上帝失望了 不论如何 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 不论你信与不信 你无法阻止神的工作 他会做他要做的事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使我放心 因为我不希望神的工作 是取决于我 或是我的信心 你记得 哈曼得到国王的指令 在某一日 要将所有的犹太人 统统杀死的事吧 莫迪改送信给以斯蒂 要他去见国王 为犹太人求情 以斯蒂也说 他不能去见国王 他说 即使我是他的妻子 我也不能随时随地地见他 除非他召见我 我是无法见他的 任何人如果不被召见 而去看他 他便有生命危险 因为如果国王 不伸出他的金杖 那人便立刻被处死 莫迪改回答 他说 你以为 如果这只一旦之心 你能逃避得过死亡吗 你知不知道 神将你放在 王宫中的目的 然后他说 如果你闭口不言 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神要拯救他的百姓 他的目的不会改变 神会拯救他的百姓 但你却丧失你所有的赏赐 神的工作 总是会完成的 如果你有信心 你便有赏赐 如果你失了信心 你便失去了这赏赐 但是你的不信 并不能阻止神的工作 这里看到 撒加利亚充满了疑惑 我怎么才能知道此事 我年纪已大 妻子也老了 你说我会有个儿子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白烈 我们知道 在这世以前 加白烈的最后一次 在世上出现 是大约五百年前 那时 施加白烈给了先知 但一里一个极清楚 有关弥赛亚来临的时间表 他预言为以色列人 和他们的圣臣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赎尽罪孽 引尽永逸 封住异象和预言 并高至圣者 以完成这幅 具有预言性的图画 没有人能了解 从命令重建耶路撒冷起 到弥赛亚的来临 要七个七 及六十二个七 在这六十九个七年后 弥赛亚要被杀 被拒绝 百姓要流离失所 这神奇的预言 论到弥赛亚来临的时间 不是别人 而是我们的朋友 加白烈给我们的 他好像不受时间的限制 因为在五百年后 他又出现了 他可能还是 与以前一样年轻 告诉撒加利亚 他的妻子 以利沙伯将怀孕生子 他将是弥赛亚的先锋 会被灵充满 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完成关于在主来前 要有报信息的人的预言 似乎神医将宇宙的事都定好了 将细节交给了加白烈 要他去执行主持这件事 使他的儿子降到事上来 他准备地上的人 准备玛利亚 因为是加白烈向玛利亚显现的 现在他在准备撒加利亚 他好像无法保持这个秘密 他在五百年以前 告诉了戴影里 关于弥赛亚要来的时间 现在五百年后 他又出现了 如果我有机会 真想会见加白烈 他是一个特别的天使 神将重大的责任交给了他 我非常想会见他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 诧异他许久在店里 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就知道 他在店里见了异象 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 尽成了哑巴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 就回家去了 因为他们一次只服侍一星期 没有几天 他离开了耶路撒冷 这些日子以后 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的孕 就隐藏了五个月 说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他的不能声誉是他蒙羞 他说 主将他的羞耻除掉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白烈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亚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 名叫玛利亚 我们要讲到三个名词 订婚 嫁娶 结婚 一个人可以在他两岁时 便订了婚 因为那时 结婚多半是父母安排的 朋友们在一起 你有一个小女孩 你的朋友有一个小男孩 我们都是好朋友 为什么不变成亲家呢 所以我们便决定了 这一门婚事 那对小孩在四岁时 走在一起 便可以说 我们订婚了 因为他们的父母 已订下了他们的婚事 他们认为 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智慧 去选择自己的配偶 觉得像婚姻这种大事 不能有反复无常的 年轻人做决定 他们大约在十五六岁 便结婚了 在结婚典礼的前一年 他们进入了嫁娶期 在那时期 他们以彼此许诺 但绝对没有肉体的接触 他们已被视为结了婚 那时 如果他们要分手 其实他们还没有 真正的结过婚 一定要离婚 这时候 玛利亚与约瑟已在 嫁娶期间 他们已互相承诺 要成为夫妻 只是还没有成亲 到一个童女那里 所以这对于在嫁娶期间的 处女是玛利亚 那男人是大卫家的后裔 约瑟 是已经许配 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 名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耶稣是希腊文 在希伯来文是 Jashua 他的意思是 耶和华是拯救 记得在马太福音里 约瑟对玛利亚怀孕的事 十分苦恼 因为他们已在嫁举期 如果将事情公开出来 玛利亚将会被石头打死 他想给她一张离婚书 暗暗地修了她 天使在晚上对约瑟说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所以玛利亚与约瑟两人 都被天使指示 那小孩要取名叫耶稣 不过在告诉约瑟时 他又说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这名字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明了耶稣的使命 是将神的救赎带到人间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天使加百列继续说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 祖大卫的位给他 当然在整本 旧约圣经的预言里 神允许弥赛亚 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固稳定 从今直到永远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在启示录中再一次记载的 那显赫的赞美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永远永远 哈雷路亚 所以那天使是说 耶稣基督要勇掌王权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玛利亚所问的问题 与撒加利亚所问的 有极大的区别 撒加利亚是怀疑神的话 玛利亚问的是城市的过程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他的问题不是疑问 而是如何能够完成 他相信神的话 因为在稍后 以利撒白说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 他相信主对他所说的话 但他不知道 完成这事的过程 我只是一个处女 没有成亲 怎么能成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 要阴辟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 利撒伯 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有时候 基督教将玛利亚的地位 与天主教的看法不同 天主教将玛利亚 放在他们的核心人物中 为世人代祷的 并且是将来那与基督 一同拯救世人的 而基督教中 反对这种做法的人 则将他的地位放得很低 但是 正如天使所说 他在妇女中是蒙福的 当然 神拣选一个器皿 使他的儿子将士 一定会拣选一个 完全预备好的器皿 我相信玛利亚在所有 当代活着的妇女中 是性格最美丽的一个 我们可以在经节中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 那时候 他大概只有16岁 而在他的身上 也有了如此 深厚美丽的性格 当天使告诉他这些不寻常的事实 他也会想到与他有婚约的约色 相同的问题 但他说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换句话说 他将他自己为了神的计划 交托给神 我在这里 让主在我生命中 做他所喜欢的事 他的那种许诺 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玛利亚是另外一个我想见的人 她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她是一个在所有的妇女中 最蒙福的一个 在传统上 每一个犹太妇人 都希望成为神的器皿 让弥赛亚由她而生 许多年轻的犹太妇女 命名他们的小孩耶稣 希望神用他们的小孩 作为救赎的工具 也因为这个原因 妇人不生育被认为是一个咒诅 因为她没有希望 做弥赛亚的母亲 每一个年轻犹太女孩 都梦想希望神用她做这器皿 耶利沙伯不生育 她便失了这个机会 当然任何一个不生育的人 都没有这个机会 哦 我不能做这器皿 对他们来说 觉得自己不能被神用来 实现她的目的 是件很失望的事情 多希望我们也关心这件事 做神的器皿 去完成神的心愿 现在有个叫Jews的民族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民族 他们从宗教出来 但不知道信的是什么 这宗教上所有的事 都是由祭司为他们做 他们知道他们是Jews 但只有祭司才知道 他们相信什么 信徒不知道 许多男人都是祭司 当你走过Jews的村庄时 你可以看到那些男人 穿了前面有一个大袋袋的裤子 他们相信弥赛亚是由男人而生 所以当你走过Jews的村庄 看到那些穿大袋袋裤子的男人 他们以为自己是被拣选出来生弥赛亚的 也就是说 他们是那些怀孕生弥赛亚的人 他们穿了前面有大袋袋的裤子 以准备怀孕 这是他们的孕妇装 但这是以色列所有年轻女孩的希望 这希望终于落在一个由拿撒路来 在邻里性格上都美丽的年轻女孩 她的名字是玛利亚 从那时候玛利亚起身 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 问以利沙伯安 在这里问安是一个古英文字 它真正的意思是问候 在结婚典礼时 他们说 你现在可以问候你的新娘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很多人不了解这字的意思 所以现在变成了 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 问以利沙伯安 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妇里跳动 高声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 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我父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 我想现在是一个恰当的地方 谈谈关于堕胎的事 士许约翰只有六个月大 当玛利亚讲话时 她就能认得出 在肚中有反应 有人告诉我 小孩在肚子里 便开始认识声音 所以孕妇 因跟她在肚中的胎儿讲话 这样她在生下后 便会认识你的声音 并能够从中得到安慰 我们现在已对胎儿的发展 逐渐地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 在这里 在她六个月时 听到玛利亚的声音 也能在肚子内快乐地跳跃 玛利亚的话 是圣灵借着她所说的 所以这应该是那小孩 听到由玛利亚 说出来圣灵的话 快乐跳跃 今天早上 我讲到一些有关 现今社会决定是非的因素 以及这种学说 带给整个文化的哲学影响 现在的观念是 道德决定社会上 什么是能接受的 什么是不能被接受的行为 这个哲学上的是非 对错是 如果有足够的人 去做某一件事 那件事便被接受 被认为是对的 因为这决定了社会的道德 但由于那极端的人文主义 他们不接受神的存在 所以神也变成了不存在 所以没有神所定的对与错 没有了神定的是非标准 对于是非善恶 便完全取决于社会的道德 所以社会学家会告诉你们 在有些社会中 父亲与子女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叔叔可以在家中 代替父亲的地位 有的社会可以一夫多妻 或一妻多夫 他们都能被他们的社会所接受 没有人以为不对或是错误 因为他们的道德决定对或错 所以只要你有足够的人 去做一件事 这件事便是对的了 所以我们有了足够的人去堕胎 杀死百万无辜的婴孩 也变成一件对的事 变成我们的道德的一部分 没有人能反对 我觉得非常难控制 我对小孩的感情 我试得与他们一样 跟他们谈话 他们使我入迷 不论男孩或女孩 我都喜欢 再也没有别的事情 比与小孩交谈更好玩 我喜欢看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表情 他们的习惯 我喜欢研究他们 抱着他们好几个小时 观察着他们 所以我不能接受 小孩被虐待的事实 看那些成年人 故意地虐待小孩 危害他 伤害他 打他 毁灭他 但不幸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 日渐加深的问题 事实上 在洛杉矶县内 今年谋杀小孩的人数 已是历年之惯 小孩被打死 淹死 掐死 今年已到达了新高点 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的身体也不能接受这事 我必须将他忘掉 因为我一想 他便伤伤地刺伤我 我想这一切 不就是因为他们 使堕胎合法 将人的生命 变成低贱的结果吗 你看 只要小孩还没有生下来 他们就有权利 去虐待小孩 因为那时他们不知道 他们还没有生下来 那下一步是什么 小孩还小 不明白什么事 我们虐待他 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他们也不懂 姑且不论这事的对错 我要说的是 在社会的任何地方 人的价值越来越低 我想我们会从 那些由人文主义 自由派人士 锁定的法律里 研发出极端危险的 社会问题 我说这些是要警告你们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 去对付这些事 我认为神也不会容忍得太久 我只能说如果我是神 我早就不能容忍了 现在伊利沙伯对玛利亚说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玛利亚信了伊利沙伯的话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 玛利亚说 在这里 她开始敬拜上帝 我们能够从中看到 这个美丽的年轻女子的内涵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那有全能的 要为我成就了大事 她的名为圣 她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宝贝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 正心里傍想 就被她赶散了 她叫有权柄的失败 叫卑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她扶住了她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她的后裔 失怜悯直到永远 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这回到神应许亚伯拉罕时说过的 地上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蒙福 玛利亚和伊利萨伯同住 约有三个月 玛利亚可能一直住到 约翰出生的日子就回家去了 玛利亚留下来 可能是为了伊利萨伯怀孕期间帮助她 玛利亚在第五十节开始 谈到了神带来的三种改变 首先她感散了心里妄想的狂妄人 这是第一个改变 是一个个人的改变 她感散了狂妄的人 其次她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身高 第三个是叫饥饿的得宝足 富足的空手回去 精气的改变 伊利萨伯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她大施怜悯 就和她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日 他们要来给孩子行割礼 并要照她父亲的名字 叫她撒加利亚 她母亲说 不可 要叫她约翰 约翰名字的意思 是上帝是蛮有恩惠的 他们说 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她父亲打手势 问她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她要了一块写字的板 就写上说 她的名字是约翰 他们便都稀奇 伊利萨伯的产期到了 生了一个儿子 她的邻居及亲戚 听到主如何地赐她怜悯 都为她高兴 一个妇女在生产时 邻居们会带来的乐器 食物到她家中 准备在小孩出生的时候庆祝 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 他们会说 一个男孩 便开始唱歌跳舞来庆祝 如果是一个女孩 他们便收起乐器回家 在那时候 生一个男孩 是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女孩是被忽略的 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 妇女才得到今日 他们所应有的荣耀 及尊敬 你们妇女们 应该特别感谢耶稣基督 你们只要到那些社会 还没有受到福音很深影响 看看他们的地位 你便会更加地感谢 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 让我们看看贝多因人的社会 印度的文化 新几内亚人的文化 读一下 Lord of Earth 那本书 了解在基督教 还未传到新几内亚 以前的文化 你会真正地感谢耶稣 将妇女的地位 提高到这美丽 适当的位置 现在 当她将名字写在板上 她的名字是约翰后 撒加利亚的口历史开了 手头也舒展了 就说出话来 称颂神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 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 犹太的山地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 放在心里说 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 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他父亲撒加利亚 被圣灵充满了 就是预言说 凡听见的人 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 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 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说 主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首先要赞美神 因为神眷顾着他的百姓 耶稣基督是神 用肉身显现出来 就像他所预言的 经过圣灵的启示 第一个宣告 神眷顾他的百姓了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他眷顾他的百姓 但目的是要救赎他们 他眷顾他的百姓 救赎他们 耶稣在宣告他的目的时 即说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基督来临的目的是救赎 主兴起了拯救的能力 脚是代表着能力的 所以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主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有关救主弥赛亚的预言 在人一开始堕落时便有了 那时神对那女人说 蛇要被咒诅 在地上用肚子行走 然后又对那女人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这是说 罪会被那女人的后裔摧毁 赞美神 他带来了救赎的能力 他由女人的后裔 同女所生的儿子中 救赎我们 因为神向我们列祖施怜悯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地上的万族都要依你得福 只要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寓侍奉他 救赎不是只被救出来 不错 神将我们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 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在圣洁公寓中 毫无惧怕地侍奉他 圣洁与公寓都源于正直 圣洁是性格上的正直 公寓是行为上的正直 这两个是互相牵连的 圣洁是树的根 公寓是结出来的果实 现今许多人所有的问题 是他们没有圣洁 却想努力得到公寓 但这终究会失败的 因为除了圣洁以外 没有别的足够强壮的动机 去维持公寓 你的心中一定要圣洁 如果你要行为正直 你一定要先有圣洁正直的态度 所以首先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行在他面前 圣洁地侍奉他 使神在我们的心中做工 改变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以公义侍奉他 法利塞人有他们的公义制度 但却远离圣洁 所以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讲到那个失败 耶稣说 除非你的义胜过那些文士及法利塞人 你不能进天国 对门徒来说 这是耶稣对他们所说过的话中 最使他们惊讶的话 因为有谁能比法利塞人更公义 但是主说 如果你的义不超过他们 你不能进天国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没有圣洁的公义 他们的义不是由心中发出来的 耶稣说 他们的态度是发臭的 在外面 你像是一个漂白过的坟墓 而里面是发臭的骨头 外面是一个干净的盘子 里面剩满了毒液 你在外面很干净 但在里面是一些没有圣洁的公义 除非你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塞人的义 你不能进天国 因为你必须要由圣洁而发出来的义 有圣洁的性格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一生在圣洁及公义下 侍奉他 现在说到那小孩 他就是育员中那要先来的小孩 约翰 孩子啊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耶稣说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然而 孩子啊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或是说凌晨 日出时分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就是基督 神以他无为不至地怜悯赐给了我们的灵民 他带给了那些在黑暗中 在阴影下的人光明 他指引我们走向平安 在神里的平安 那孩子渐渐长大 心里强健 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